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多人说这一次美国总统川普和北京签了这个协议之后 引来美国很多人的反对 不过问题如果我们反过来看的话 那么这一次北京的谈判代表团和美国签协议 难道他们就没有遭遇任何反对的声音吗 难道他们就没有任何来自党内的压力吗 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因为北京的谈判代表团 他们遭受的压力和反对 恐怕要远远超过美国总统川普 在某种程度上 北京的谈判代表团 他们是顶着压力到美国来签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 因为他们会遭到中共党内保守派强硬派非常大的压力 他们绝不会那么轻松去签这个协议 现在北京的谈判代表团在中共内部遭到压力 可以说明显的通过北京官方的媒体已经表现出来了 北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 居然完全不报道这次中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事件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不报道 显然是非常诡异的 有人认为新闻联播节目不报道是因为不想让中国老百姓知道这件事情 这样的看法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就在当天12月13号 北京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有五位副部长级别的官员 联合出场的一个非常高规格的新闻发布会 他们当时是隆重宣布中美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如果北京想要隐瞒这件事情 他们就不应该举办这么一个高调高规格的公开的新闻发布会 既然说北京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这样一个高调高规格的新闻发布会 就说明他们没有必要要隐瞒这件事情 可是北京的中央电视台 他的新闻联播节目居然是不予报道这件事 你用正常的理由来说当然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说这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 他们是故意他不报道这一次的就是新闻办公室搞的这个新闻发布会 他也是故意不报道中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这其实是一个委婉的反对或者是抗议 他们就反对北京的谈判代表团和美国方面达成这个贸易协议 因为北京的保守派强硬派看来 这一次北京谈判代表团和美国达成的协议 它是一个具有丧权辱国色彩比较浓厚的协议 他们当然是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不仅是中央电视台 那北京的权威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他们也只是简单的发表了一个中方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声明 除此之外呢 他们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 这也是非常诡异不正常的事情 过去对于北京党中央做的重大决策决定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要发表各样的评论 他们要歌颂赞美党中央做出了英明的决策 表示全国人民支持党中央的英明决定 这次中方代表团和美国方面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当然应该是党中央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 那么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不报道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不做评论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事情 这就反映出来现在中南海的保守派强硬派 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不满和反对 北京的中南海存在反美国的强硬派 反美派以及存在清美国的改革派 清美派 这个其实是一个公开的事实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今年六月份 当时北京的保守派反美派 曾经是对北京的改革派清美派 发起过一场公开的舆论战 我们看一下今年六月份 北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 这些主流的官媒都发表过一些什么样的文章 光明日报当时发表了一个评论文章 题目是明辨从美媚美孔美的其他官类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 题目是秉系孔美从美 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 他的题目是面对中美经贸摩擦不能患软骨病 新华社另外一篇他的评论文章题目是 面对中美经贸摩擦不能患幼稚病 新华社还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 他的题目是让投降论成为过街老鼠 新华社发表了一个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他的评论文章 就是警惕那些手榴弹向后扔的人 而且人民日报他从6月25号 他们集中了三天发表评论文章 就是批判所谓的病态的崇拜美国的崇美政 人民日报他要大张旗鼓的批判所谓的病态崇拜美国的崇美政 本身就说明中共党内是存在一大批崇拜美国的青美派 如果中共党内没有青美派的话 那人民日报也不需要大张旗鼓来批判所谓崇拜美国的思想 也不要崇拜这些 就要批判这些所谓的对美国崇拜的这些所谓青美派 那么我们看今年6月份北京官媒的发起的这一场对青美派的大批判呢 不仅是明确告诉我们中共内部存在有势力相当强大的 对美国持有友好态度的青美派改革派 同样也存在势力相当强大的反对美国的反美派和强硬派 那么现在围绕着中美贸易谈判和中美贸易协议 青美派改革派以及反美派强硬派 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可以说是我们这些事发群众完全看不见的一个激烈的斗争 如果说斗争不激烈 那么那些反美派强硬派也不需要发起一场对青美派改革派的大批判呢 那么我们看今年6月份北京那场非常热闹的反美派强硬派 发起的对青美派改革派的强大攻势 怎么突然之间又销声匿迹又哑火了呢 这个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做了一个正确的决策 当然川普本人未必意识到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策 但是我们从事后回过头来看 当时川普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策 因为他是支持了北京的青美派改革派 打击了北京的反美派强硬派 这样呢就让这个反美派强硬派发起的这个强大攻势 一下子他们就搞不下去了 川普的这个决定就是他6月29号在大阪举行了跟习近平的会谈之后 宣布美国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薪的关税 而且还宣布有条件的对华为公司不分解禁 川普对北京做出妥却让步的决定啊 可以说是大大支持了北京的青美派改革派 就让他们有话可说 因为反美派强硬派的理论呢 就是说美国要搞死中国嘛 所以他们强调北京是不能对美国妥协让步的 那相反北京的青美派改革派 他们认为呢 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可以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的 那么现在川普对北京做出了妥协让步 本于就是支持了青美派改革派的观点 就是让反美派强硬派无话可说 这样呢就使得青美派改革派马上就占上风了 我们看当时六月份川普对北京妥协让步之后 很多人都在骂川普啊 他们说川普应该坚持强硬 不应该对北京妥协让步 可是如果当时川普非常的强硬 对北京毫不让步的话 那就等于是支持了北京的反美派强硬派 就打击了北京的青美派改革派 我们按照六月份的那个架势 就是六月份北京的反美派对青美派 发起那个打批判的架势 如果当时川普非常的强硬 不做任何的妥协让步的话 那么就会让北京的青美派改革派 他们无话可说嘛 当然了他们就可能当时就要被那些反美派 强硬派是完全给打趴下 那么北京政府里面的青美派 甚至有可能就消失掉了 所以说今年六月份 川普的那一次妥协让步 其实是挽救了北京的青美派改革派 这件事情我们从事后回头来看 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那么自从中美贸易战以来 川普总统一共是四次对北京做出妥协让步 但是呢 这四次的妥协让步 其实都是产生了支持北京的青美派改革派 打击北京的反美派强硬派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我们就回顾一下川普的四次妥协让步的历史 在去年五月份中美贸易战正式开始之后呢 当时北京啊完全是强硬派 是压倒一切是占上风的 当时北京高喊什么对美国的态度都是非常强硬啊 不停的喊什么不惜一切代价奉陪到底 那川普第一次对北京的妥协让步呢 是去年12月阿根廷中美收到峰会上 当时呢川普和习近平达成一个临时协议 就是川普暂停对2000亿中国商品提高关税 并且呢重新开始自从去年五月份之后就中断了的中美贸易谈判 那去年12月川普妥协让步之后 北京的亲美派改革派他们就占了上风 在他们的主导下呢 北京和美国积极的进行贸易谈判 到今年五月份双方的谈判团队 基本上就谈成了这个贸易协议的草案 当时就很快可以签字达成协议了 当然了对于北京亲美派改革派主导的这个中美贸易协议 北京的反美派强硬派他们是非常不满意嘛 他们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对 就在这个时候呢 左右摇摆的习近平 他一下子又摇摆到反美派强硬派那边了 他就否决了亲美派改革派主导的这个中美贸易协议的草案 他就提出来要重新修改协议 结果呢就引起了川普总统大怒啊 这样一来中美贸易谈判也破裂了 美国就大幅度的提高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 在川普的态度今年5月份转映之后呢 那么美就是北京的反美派强硬派 他们马上就活跃起来了 他们有话可说了嘛 然而北京的亲美派改革派 他们面对川普的强硬却是无话可说啊 所以马上一来 那么反美派强硬派就又占上风了 他们就在今年6月份就发起了一场 针对亲美派改革派的大批判 这个6月份的大批判 我们上面的节目中也说过 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川普的第二次对北京的妥协让步呢 就是今年6月份在大阪和习近平达成那个临时协议 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说了 这里就不再多说 在川普第二次对北京啊 妥协让步之后 北京的亲美派改革派他们就又活跃起来了 他们就有话可说了 而北京的反美派强硬派 他们对川普的妥协让步就无话可说嘛 所以马上亲美派改革派他们又占上风了 习近平跟川普达成临时协议之后 但是呢迟迟不对线 他承诺要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这件事 结果再次引起川普总统大怒 在今年8月份他又再次大幅度提高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 今年8月份川普的态度转映之后呢 北京的反美派强硬派他们就又活跃起来了 他们就又有话可说了 而北京的亲美派改革派 他们对川普的强硬他们又是无话可说 所以马上呢反美派强硬派又占据了上风 川普第三次对北京妥协让步啊 是今年10月份就是举行的第13轮中美贸易谈判 这次谈判其实是被推迟了 本来应该是在9月份举行的 就是因为两国当时候矛盾摩擦很大 就推迟到10月份 当时很多人认为北京的代表团不会到美国去了 所以呢当时北京的谈判代表到美国去 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 如果说当时川普对北京的态度非常强硬 毫不让步谈判破裂 那么马上北京的反美派强硬派 他们就有话可说了 他们恐怕就要再次发动一次发动一场啊 对清美派改革派的大批判 可是呢川普第三次对北京妥协让步之后 他们就让北京的清美派改革派又有话可说了 又让北京的反美派强硬派无话可说了 这样就避免了反美派强硬派再次发起一场 对清美派改革派的大批判 而且又让清美派和改革派占上风了 川普第四次对北京妥协让步 就是这一次宣布和北京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如果这一次他川普不妥协让步的话 如果按期在12月15号提高关税的话 那么马上北京的反美派强硬派又会有话可说啊 他们可能又要再次发起一次对清美派改革派的大批判 这样一来的北京的清美派改革派就可能会一蹶不振 反美派强硬派就可能会完全主导北京的政权 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看 北京存在一个强大的清美派改革派 是美国最大的利益 美国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来结束中共这样的独裁政权 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或者说是除了军事手段之外唯一可以和平解决的方式 有人认为美国只要对北京施加一个强大的经济制裁 就可以导致北京中共政权它崩溃垮台 这些人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在事实上的经济制裁的力量是很有限的 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单纯靠经济制裁可以瓦解一个独裁政权 至今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先例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南美洲的委内瑞拉的马杜罗独裁政权 美国对委内瑞拉是进行了最大强度的经济制裁 它对委内瑞拉实施了经济封锁和禁运 已经造成委内瑞拉非常大的经济困难 老百姓都吃不饱饭了 可是就是在美国的经济制裁造成委内瑞拉的老百姓吃不饱饭的情况下 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也没有垮台 所以这就是一个单单靠强大的经济制裁 没有办法搞垮一个独裁政权的例子 美国实施强大经济制裁的还有伊朗北朝鲜这些独裁国家 你靠单纯的经济制裁也没有办法把这些国家的独裁政权给搞垮 相反啊导致独裁政权垮台的并不是来自外部的经济制裁 而是来自内部的反对力量 我们看利比亚卡扎菲这些独裁政权的倒台 并不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制裁 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国内的反对势力 他们起来推翻了独裁政权 我们再看前苏联政权的瓦解 它也不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制裁 而是因为美国的和平演变 造就了戈尔巴乔夫这么一批改革派 这才是造成前苏联垮台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苏联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么一批改革派 苏联人民即使是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 苏联共产党的政权也未必就会垮台 我们看北朝鲜委内瑞拉的例子 就是外部的经济制裁 造成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吃不饱饭 但是也没有能够导致这些独裁政权的垮台 再看中国自己在1960年当时候大饥荒之后 也是饿死了几千万人 但是中共政权也没有因为老百姓大量饿死了就垮台 所以说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一个强大的经济制裁 当然会造成中国非常大的经济困难 甚至会造成中国老百姓吃不饱饭 但即使是中共政权经济困难到这个程度 也未必就能造成他们就那么垮台了 所以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只有用这个和平演变的办法 在中共的内部造就像那个苏联的戈尔巴乔布那样一批改革派 才能够真正的结束中共的独裁政权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看川普总统这个罗伯加大棒的战术 还是比较高明的 所谓就是罗伯加大棒就是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和平演变的办法 就是该打大棒之后就打大棒 该喂萝卜的时候就喂萝卜 用打大棒来打击北京的强硬派反美派 用喂萝卜来支持北京的改革派清美派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打大棒完全不喂萝卜 这个单纯的强硬办法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